至于任何一次机翼 我们讲这都是对飞机致命的打击 但是我们看 就在1983年 以色列的一架F-15战机 却是上演了一个单次飞行的震撼场面 那么这架F-15在空中究竟遭遇了什么 竟然会突然折断了一个机翼呢 1983年5月1日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交界的内盖夫沙漠中 以色列的空军基地正上演着惊魂的一幕 一架F-15战斗机正在准备降落 指挥塔内的工作人员 正在不间断地向飞行员通报着各项信息 机场的地勤人员 也在以最快的速度安装着各项迫降设施 而此时 飞行员乔恩·艾斯利 与后座的教练员也都深吸了一口气 做好了降落的准备 飞机仪表盘上的数字在疯狂跳动着 显示着这架F-15此时 正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之中 随着战斗机距离跑道越来越近 指挥塔内的工作人员和地勤人员 终于看清了这架摇摇晃晃飞来的F-15 随之而来便是他们的惊叫声 一副不可思议的景象出现在人们面前 正在急速飞向跑道的这架编号为957的F-15战斗机 竟然只剩下了左侧机翼 右侧机翼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原来就在十分钟之前 这架F-15还在参加以色列国防军空军举行的一场模拟空战 然而让以色列空军意外的是 这架F-15突然遭受重创 一侧机翼竟然完全消失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它竟然凭借着仅存的一侧机翼 摇摇晃晃的飞回来了 那我们看在一个机翼已经折断的情况之下 这架飞机要求迫降 确实让大家都为它捏了一把汗 那么就在我们都关注它能否迫降之前 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架F-15 是怎么变成独必将军的 1983年5月1日 以色列国防军空军举行了一场模拟空战格斗训练 两架F-15英式战斗机和四架A-4N天鹰战机相继升空 开始了一场高空对决 在进行了一番缠斗之后 飞行员乔恩艾斯利抓住时机 驾驶着F-15战斗机突然向一架敌机A-4N天鹰战机补充过去 准备发动攻击 然而天鹰战机却察觉到了F-15的意图 迅速改变飞行方向 企图躲避F-15的锁定 然而 由于F-15速度太快 两架战机以极其危险的姿态擦肩而过 F-15的飞行员乔恩艾斯利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扑面而来 他以为只是穿过了某架飞机的吻流 然而在他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一个爆炸产生的火球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 与此同时 无线电通讯系统里也迅速传来那架天鹰战机的飞行员已经弹射出去的消息 这时 强温艾斯利参与员 在与自己的F-15发生碰撞之后 那架天鹰爆炸了 来不及多想 强温艾斯利驾驶的F-15已经失控 开始沿着奇怪的螺旋形轨迹 像只眉头苍蝇一样飞行 在天旋地转中 飞行员尝试将电子飞控装置重新连接到机翼控制面 此时 机舱后座的教练员已经下达了跳船准备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飞控装置竟然与机翼重新连接 飞行系统恢复了正常 然而 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 飞机又开始向右旋转下坠 为了控制飞机 飞行员开始减速 但飞机旋转下坠的速度却更加逊速 就在艾斯利决定弹射的前一年中 他推了油能杆并点燃了加力 而这个尝试性的举动 竟然让他重新控制了飞机 并且最终 让这架疯狂了好一阵子的F-15 恢复到了水平直飞的状态 那我们看到 就是因为这架F-15跟天鹰战机发生了碰撞 导致它其中的一个机翼折断 我们讲这对于F-15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那么在重新控制住了这架飞机之后 飞行员也打算说要迫降 那么究竟这架折翼的F-15命运如何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面对这架已经飞临机场上空准备降落的单翼F-15 所有人的心都悬了下 然而没有时间犹豫 飞行员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加大推力 驾驶着飞机向跑道降落 伴随着砰的一声飞机着陆 继而是常常的快速发行 最终在拦阻网的帮助下 这架F-15安全停下 飞行员乔恩艾斯利在飞机停稳之后 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他转过身去 准备从身后的教练员握手庆祝 然而他却看到了令他震惊无比的景象 飞机的一个机翼竟然不见了 而在此之前他竟然对此毫无所知 原来在意识到天鹰战机爆炸之后 刚刚与他擦肩而过的艾斯利 便透过机舱盖看到了一股股黑黑的燃油 正从自己的机翼里喷咽而出 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具体发生了什么 而此刻坐在后座的教练员 看到这种情况后决定气急逃生 然而艾斯利却拒绝实行命 他向教练员报告称 飞机的警告灯并没有亮 导航电脑仪表也跟以往一样正常工作 此时的他还认为飞机只是出了一点小状况 他完全能够重新掌控这架飞机 据飞行员在事后回忆 他当时所有处理方式完全凭借的是第一反应 正是因为精神高度集中 他根本没有感觉到焦急和恐惧的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 他才能够成功将飞机安全降落 在这架F15安全迫降之后 以色列空军联系了该飞机的生产厂家 麦道公司 询问关于在一个机翼的情况下 让F15着陆的可能性的材料 麦道公司回复说 计算机模拟的结果表明 从空气动力学的角度 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 在看到以色列发来的现场照片之后 麦道公司直呼不敢相信 并称赞 乔温艾斯利是一名优秀的 让人受不了的飞行员 正是他拯救了这架F15 那我们讲说到F15成功迫降的案例 其实美国也有一架B-52轰炸机 也曾经因为遭受重创 整个垂尾被消去了三分之二 而不得不迫降 最终他还是成功返航了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964年1月10日 美国一架B-52在进行低空高速条件下震动和机动性测试时 突然遭受重创 飞行员称 垂尾已经失去作用 要求迫降 地面指挥人员在得知该情况后 立即清理跑道 准备迎接B-52的到来 B-52机舱内不停地传来指挥台的指令 四名机组人员在指挥台的帮助下 开始实施降落 随着距离地面越来越近 人们的心也都高高悬起 伴随着重重的落地声 B-52庞大的身躯落在了跑道上 一段长长的滑行之后 B-52安全停下 据事后媒体曝光的照片来看 B-52的整个垂尾已被消去了三分之二 而据驾驶员回忆 当时垂尾已经不能提供任何动力 也就是说 B-52的垂尾当场报废 飞机是在没有垂尾的情况下 返回基地并实施降落的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 飞行过程当中 战机一旦说发生折翼 这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美国的一家公司 也设计了另外一种系统 能够说让折翼的飞机 在折翼之后 仍旧保持平衡状态 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呢 咱们去看一看 1983年 以色列F-15 在失去一侧机翼的情况下 安全降落 其惊人表现 让F-15的制造商 迈到公司都不敢相信 后来的事故调查表明 飞行员超快的反应速度 卓越的驾驶技术 以及沉着冷静 是它能安全归来的原因 一般来说 飞行员应在断翼后 0.5秒内做出反应 而这架F-15的飞行员 则达到了惊人的0.1秒 这段时间 是飞行员的生死瞬间 因为战机在断翼后 会旋转下坠 起火 直至失控坠毁 这就需要飞行员 在最短时间内 做出各种调整 0.5秒 足以让一架战机失控 受到该事件的启发 美国一架航空公司 研发了ASAC技术 ASAC能够依靠计算机 将反应时间提高到0.02秒 而且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连续发出十余次指令 进行飞行状态调整 研究人员 曾对一架比例适当缩小了的 FA-18大黄蜂战机 进行了飞行试验 在开始的试验中 卸掉了飞机的40%的机翼 后又增加到60% 但是战机还能安全返航 由于ASAC 是建立在一种 纯数学算法 计算机操控程序上 因此不存在水土不服的困难 在理论上讲 能够适合各种型号的战机 美国计划先将其安装在无人机上 等时机成熟之后 再装备至现役战斗机 F-15在端翼的情况下 依旧能够安全降落 这不仅仅是因为运气好 更是因为飞行员 有着高超的驾驶技术 沉着冷静的处理能力 与绝不放弃的惊人意义 同时还得益于地面人员的密切配合 时至今日 F-15单一降落的事件 依旧被称作航空界的奇迹 俄罗斯图九五恢复战备巡逻 抵近多国领空 各国战机空中拦截 看似落后战机 为何让对手 未来